我們這個會自己貼到Youtube上的 嗨 大家好 我是台大電視所二年級 那今年呢 我會選研究生協會的會長 我叫許瑞福 那今天很高興呢 可以採訪到唐厚 就是帶著粉絲的心情非常驚喜可以現在來採訪 然後 開始之前呢 我們要進行一個有趣的環境 所以 我要來問問幾個問題 我是看這一集嗎 不看有沒有看 但是大概這個角度 好 預備 第一個問題 請問唐厚 早上醒來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麼 早上現在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看手錶 手錶會告訴我說我睡了幾個小時 然後睡的好不好 有沒有需要補睡一下 如果需要補睡的股息就睡了 好 第二個問題 你最喜歡的卡通人魚 我最喜歡的卡通人魚 可能不愛嗎 信任會得罪任會 好 它又叫做小禮答 OK 第三個問題 你有沒有最近一次內心多多罵髒話的時候 內心偷偷麻煩沒有 不錯 第四個問題 早餐通常都怎麼解決 早餐最近都是不吃 我就會被咖啡 好 最後一個問題 這有點困難 如果你要一張超能力 你想什麼 我如果要一張超能力的話 那我希望你都直接把我的大腦 跟我手上這一台 不管是手錶還是其他的機器能夠推進 就不需要用講話啊 或答字啊 使用很慢的方法 去跟電腦進行會 那還是在問一些震驚的問題 蠻震驚的 其實之前很高興有機會是邀請到唐鳳來我們社團演講 然後那時候呢就是聽到他的學習經驗覺得非常的特別 那想問問看唐鳳 就是你過去有沒有什麼研究的經驗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 我大概之前做的研究 很多是關於電腦語言的設計 那電腦語言的一個特點就是 他的社群都是全世界的 所以我會搭飛機去 好比像說德國去找專門一些編譯器的 或者跑去愛沙尼亞 專門去做他的數學提問的 又或者是跑去加拿大 去找這個相關的這個社區去做他的實作等等 我在一年之內跑了20個不同的國家 去把各個不同領域的人去結合起來 然後一起做一個新的經驗 所以在研究的過程裡我發現說 全世界對同一個題目感興趣的人 他甚至不用見過面 只要關鍵字是一下就變成很好的朋友 甚至我這些過程裡面我都沒有助理管 我都是住在這些研究所的家裡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呢 大家就可以很容易地一起做研究 然後又能夠交到很好的 哦 太酷了 那你對台大的研究生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結許跟念力呢 我覺得既然這個有在研究所 當然就是有自己想要更了解的事情嘛 當然我們在自己研究的那個方向 可能一下子就能夠到所謂的Cutting Edge 就是到這個人類知識的一個邊界 那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向 但是當然每一個研究 在各個不同的社會領域裡面 都要結合不同的領域跟不同的專業 才真正對社會能夠有正面的影響力 所以我想在研究的過程裡面 也不要忘記跟自己完全不同領域的朋友們 繼續保持良好的關係要好多情緒 那今天非常謝謝唐鳳 希望未來還有機會再採訪他更多的問題 那拜託大家5月31號能夠支持 我是3號候選人台下研協會 許惠 謝謝大家 好 沒有人急 還不錯 謝謝